來,TEST一下,聲音把它拉高一點 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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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上課我台灣史解碼,這樣講就 台灣史解碼的課,我的課 沒有的警局是喔 你直接來上高級班喔 喔,這樣子可能聽不...這堂課可能會有點困難喔 來,沒關係 我先給你們review一下 台灣史解碼,我們上過什麼課 短短幾分鐘喔 來,這張圖看過嘛 台灣史解碼,不知道第一次看我不管 你們以後下禮拜去補台灣史的課 資源回收人永遠不會問的問題 這是一幅畫,這畫是高跟畫的 然後,題目是Where do we come from? Where are we going? 1897年 資源回收人的原因是因為 是這個 你都知道這個嘛,都上過了 資源回收人就是有頭的跟沒有頭的 跟同部一樣的人 因為當民政府的官員 我們帶的就是下面這兩種人 有頭的意思就是你有效忠對象 你這輩子很在乎 什麼是對什麼是對 社會 對什麼對,非常在乎 下廁的人對這個不太在乎 就是參考性質 我今天目的不是要說 主要是要讓你們review一下而已 會叫我講的嘛 我們是這個人 95%以上 甚至於到98的人 都是這個人 因為不管誰管都好管那種 這是有關於我們台灣人 是從哪裡來的 你如果不知道台灣人從哪裡來的 搞不定還以為自己的祖先從中國來的 那你就很慘 很慘 這是科學證據 這些國家在地理頻道 有DNA解測 我們在傳宗接代的時候 我們的染色體會複製 複製 複製的過程會產生誤差 好 誤差就是等於一個記號 一個sign all your descendants 從你這邊生存出去的人 身上都帶著這個記號 所以他們用這種方式 把全世界抽了71萬個 sampling 樣本 就把所有人類的遷徙圖 人類的migration的那個map 照出來 migration的話 它有所謂的箭頭 箭頭就是最後它到哪裡去 這是全世界的人 什麼樣的人 從哪裡來 從哪裡去 都有 時間掉是六萬年前 你看箭頭 對不對 追回去 六萬年前從什麼地方出來 所有人類 大家會看地圖 這裡非洲 非洲出來 台灣人的祖先 從六萬年前 從非洲這邊出來 進到南夜門 再到印度南部 再到馬來半島 印尼爪哇這裡 四萬年前到台灣 台灣之後去日本 有一天人去日本 日本之後又去 朝鮮的北部 這整塊陸地的這邊 有這裡去所謂的中原地區 那時候沒有中國 我們現在說好幾萬年前 等到三萬年前 兩萬年前 你看 從這裡走到沒了 有一棵所謂的中原地區 韓國人說他們是中國人祖先 中國人去到買市 但是有贏 這是科學證據 中國人都看到有幾萬年前 有蒙古下來 有中亞來 有 有 有印度站的 有 越南才站的 都有 寮國越南才站的都有 所以 兩萬年前 幾萬年前 幾萬年前 這個土地 兩萬年前 所以他們是十年 中國人是十年 現在住的那是雜種 我們台灣人是他們的祖先 韓國人是中國人祖先 日本人說韓國人在那裡去的 日本人對我們台灣才去的 我們台灣人對爪娃一年才來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所有的人 六萬年前被揮出來 你知道嗎 就是中國人就把我們拜 不是我們把中國人拜 你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就拜祖 你知道嗎 每一個清明星 你拜中國人做你的祖先 你拜什麼祖 拜你四萬年以來 住在這個土地 頂館的祖先 我們人類是這樣的 我們的祖先 以前 到南業門不喜歡 到印度一部份 到他就老了 有一部份到我們來半島路 我們祖先來到台灣這個島 很喜歡這個島市 就躲起來 生一躺四萬年 不要跟法國人 聊到最近才開始 這時間點 OK 這時間點 我這只是review 我不用跟你們說仔細的 最偉大的歷史故事 是記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是用編故事 不是為了教育 或統治者的利益 編一套故事給你騙 叫你去拜祖 送你姓氏 幫你收編 變成他們的人 不是這樣 這是這樣 四萬年以來 我們FOMOSA M17社後代 再來大都王國 再來西班牙和河南 大清帝國殖民 這十五世基準 掠奪者入侵 最後列圖裡面最大件 叫做大日本帝國 有大清帝國打敗之後 拿的手套 所以大日本帝國的天皇 現在拿的手套 1945年4月1號 頒布憲法實施在台灣 從此以後 好像結婚一樣 你已經婚約了 我們效忠天皇換取 天皇對我們的保護 這個誓約就存在了 你因爲 這叫做permanent change 永久性的系統感 被產生了 但是後來因爲 大日本帝國 還給美國戰敗 打敗了 所以他就要求 過去幫你 找到那個 支那人的系統 再來帶一次 支那人找到 台灣人很久了 對不對 再來拿進去 再來找到一次 好加在 我們現在法理它夠 夠到這個地方 就要找到 美國人直接佔領 好啦 這就是總結 你們過去從初級班到 現在高級班 前面段的課 今天的課 我是講藝術史解碼 那就比較特別 下面那個解碼 你知道什麼叫解碼 Decoder Decoding 你有去日本買那個DVD嗎 跟台灣的碼區不一樣 對不對 你有拿來台灣看 放下去沒辦法看 你來買一個解碼器 你怎麼看 再清楚叫解碼 Decoding 那 法官爹 你們都知道嗎 上過初級班都知道 法院在判決台灣人 第一次被告 2006年到2009年一順 法官說什麼 台灣人沒有國籍 對不對 知道 還有人不知道嗎 應該都知道 然後他又補充一句話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底下 有沒有 你知道嗎 奔托導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這個很有趣喔 你們聽聽是忘聽 什麼叫做政治煉獄 什麼叫做煉獄 Predigory是什麼東西 煉獄是什麼 什麼叫煉獄啊 煉獄跟地獄不一樣 那是天主教的一個概念 煉獄就是去一個地方 不上也不下 也沒到地獄也沒回到陽間 那就那地方 你做不完事 你永遠在那邊做 有一個煉獄 也沒到地獄 就在那個地方 贖罪 不斷不斷地重複在做 那叫Predigory 英文沒到翻身那個地方 天主教的觀念 我不是要解釋天主教 我現在是要說的就是 在彼國法官的眼中 只是一個法官 看了台灣民進黨的這個故事 台灣人的故事之後 他居然給了一個comment 意見說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底下 但是台灣人不覺得 你不覺得在政治煉獄底下 你覺得日子還蠻好過的啊 有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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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健保 發育到要死 你不認為是在煉獄底下 你又叫他投票 但是法官說 就是你現在做的事情 你現在在他的系統裡生活 去投票 台灣人去投票 本身就是在煉獄裡面的動作 你不知道耶 你做努力你也不知道耶 你去投票你也不知道耶 你去投票你也不知道耶 你根本台灣人都可能 到連自己去投票 台灣人去投票也不知道耶 你拿去投票 中央面去投票 拿冠軍在那裡獲 這次在足球比賽嗎 中國人台北一隻大衣在那裡獲 你也開心耶 那叫政治煉獄 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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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投票到不知道人 那叫做政治煉獄 現在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美國人看我們看得清楚 我們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 就問題又來了 對不對 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煉獄裡面 你有落後嘛 你還在部落的形式嘛 你在整個政治概念 在整個世界的文化發展上 你屬於落後民族 很落後 本來美國人要說什麼 準備要給你騰100年 100年以後沒台灣人 你们这种人种被消灭掉了 你们的观点有什么重要 你的看法也不重要 你这种人就从人类历史来面消失掉 跟西藏同样消失掉 跟印第安人很多的部落一样不见了 只这么在保留区里面 所以我就要上这个课 我以前上艺术史的课 我上完这个课 居然有一个同学来说 上这个是要做什么 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台湾人有够可能 真的有可能 你们待会儿听看看我要说什么 来 待会儿再解释 有看到这张照片吗 这照片是什么 这上面是什么东西 你看 台湾人都海到海 这里面不是只有凤梨 还有天空 还有海洋 还有这个帮 你如果说面积来说海的面积比凤梨大 天空面积比凤梨大对吧 对 但是你自己看着翁来 因为他的特写的人是太大了 谁能说特写 我特写天空 我特写天空 用凤梨来衬托天空到不行 你想想主角去想这个叫特写 这一样啊 附近这一样特写 我特写这个一样 对吧 所以你的观点已经被限制住了嘛 来 现在再说一下问题 我说往来是有目的的 来 这把读是一个学龄前的小朋友画的 学龄前 我是画画老师 我教小孩子画画 有一堂课 我叫做跳跃性思考 跳跃性思考就是我给你吃的东西 你把它画下来 然后根据你画下来的画 再做一点转换 换成另外一个 再根据你换的第二个 再换成第三个 这样滴滴变 这个跳跃性思考 他的作业在学龄前 题目就是佛王来 我就拿一张王来给他去画 请问这里面 根据这个王来 画出来东西有几件 题目是画凤梨 这小朋友根据凤梨画了好几个 你们算看这里面有几个 三秒钟 人家学龄前的你们应该一下就知道吧 来 我问你们 这里面你看到有三颗凤梨的警局手 没有一颗的好了 只看到一颗凤梨 看到一颗王来的请下去 看到两颗凤梨的警局手 好很好 看到三颗的有没有 四颗 四颗的没有啦 已经没有啦 看到五颗凤梨的有没有 五颗的 五颗以上的有没有 哦 这么多哦 来 我开始问哦 这里面最像凤梨的大家都没有意见哦 这个对不对 这个最像凤梨嘛 对吧 那从这个凤梨下一个画哪一个 哪一个 那那近没有啦 这里还有一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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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 太阳 哦 真近啊 你们也知道的是太阳 太阳 就是有这种长长照材对吧 我请问你 这一颗王来是怎么看的看到变太阳去 怎么看 王来怎么变太阳 蛤 没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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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刺是怎么看变太阳 翻过来 翻过来 蛤 对 要从下面往上看 还不从上面往下哦 往上面往下看不到太阳哦 从下面往上 中那个 这叫做放着的对吧 长长会对边走出来对吧 再变太阳 这样可以看哦 第一个变太阳 第二个就变做 时钟 时钟 好 什么你知道的时钟 没有啦 有点了 现在往前面看来对吧 没有错 角度没有错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是时钟 有数字哦 数字是什么 12345 谁在哪 27 27 时钟里面有27点这一刻哦 你怎么会笑 想说时间一定要20小时 怎么会30小时 对啊 27怎么办 他学零钱啊 一天24小时啊 对吧 OK啊 为什么一个小时 一定是60分钟 你有想过吗 为什么一分钟一定是60秒 你有沒有在想過 沒有啊 因為大家有時候 本來從以前大家都這樣說 就這樣想 沒人去想說時間 還沒要定100分鐘 100秒 比較好玩啊 為什麼要60個單位 你有沒有想過 時間為什麼只能往前走 不能倒過來走 你有想過嗎 時間為什麼照著節奏在走 不會忽快忽慢 你有想過嗎 時間是大哉問 你學物理 天文 科學 時間 時間這個東西是一個大哉問 講到時間什麼東西都沒有 沒有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剛才問連續問 跟時間 什麼是時間 你說不出來 很懸的東西 你們現在就在時間裡面走 對不對 我如果把所有東西的時間擠 我說的問題幫你聽 還是音樂 沒有時間的話 我播給你聽 你聽得懂嗎 一聲播掉 結束了 音樂就是要按照每一秒一秒 不同樂器演奏 不同樂器在通 在隨著時間進行中 你怎麼聽得懂 是不是 我是不是講太玄了 我不要講這麼玄 我先告訴你 好 變完時鐘以後 變什麼 下一個到哪裡 告訴你 這個學齡全小孩子 他做一個動作 他馬上時鐘的性質就改變了 他畫了一把叉子 簽了啦 畫了一把叉子 這就變披薩了 披薩你知道嗎 意大利披薩 有沒有吃過披薩 有沒有厲害 這小孩子沒有去改他 也沒有再畫另外一個 他就畫一個籤子 放在這裡 他就變披薩了 天才有沒有 我先告訴你 有多天才 他後來練習他的數學系 送到美國 現在是做Postdoc 數學博士後研究 在研究 很厲害啦 我繼續講 這畫完以後 我告訴你 他畫的是這個 想到這個 到這個 你怎麼想的 我跟你說 這如果是鏈子 如果這是輪子的話 在轉的過程當中 你看0 1 2 3 4 5 有沒有 一片一片葉子就上去了 滾動 開始滾動以後 就變成一個軌跡 一個track 就變厲害 有厲害嗎 天才嘛 對不對 我看這個我好興奮 其他老師說 徐老師你想太多 你不要把大人的想法 套在小孩子身上 你這樣想 小孩子就變天才 我說沒有 等一下 你看上面這個 這個畫什麼 車子 你在畫鳳梨哪喜歡尾車啊 他其實不是要告訴你車子 車子下面有什麼 什麼輪子 輪子 輪子跟車子是倒閉的 車子跟輪子是倒閉的 車子的下面就是 軌跡 軌跡 你車在那邊 會有一個track 他就是把這個鳳梨 當作輪子 輪子在回那時候 會一個track 就造出來 所以他才為這座造出來 那時候我為那時候 我照照 老師我要畫尺 你如果做老師的 我覺得很奇怪 你要畫鳳梨 你把我照照 你三個人是派起來 因為鳳梨裡面沒有一條筍 是說第一次用照來畫 對吧 你畫鳳梨的時候 裡面沒有一條線 你在畫鳳梨 沒有一條線 需要用尺來畫 但是我是很特別老師 我就借給他尺 他就畫出這個 所以他從什麼 三度空間的描述 用二度表現 然後換成什麼 對不對 回到 對 然後加上時間變四度 又拉回一度 線像 在各個像度裡面悠遊自在 天才 果然是天才 真的 他後來就證明他是天才 後來他的發展 證明他是天才 但是問題來了 這件作品搞的小學老師那 美術老師那 你覺得結果是什麼 蛤 不及格嘛 你在跟老師開玩笑 來來過去那邊 讚 對不對 分數給你六十分 對吧 一定的嘛 我跟他說保證的嘛 對不對 你這樣 為他去搞出去 結果是這樣 所以意思是講 那些人 在他的系統 你那天才 尚餘手頭比 蠢才 叫自己 不行 這樣 你這樣 你叫做糟蹋 叫媽家 很可怕 你家的天才小孩子 給他錢 請老師給他 叫他做蠢才 所以我那時候 他爸爸媽媽說 快送出去 不要放在台灣 結果他父母親不相信 真的給他送一般的國小 幼稚園身上國小 第一學期回來 我要圍著圍翁來的 完蛋了 就真的像一顆鳳梨 很像鳳梨的鳳梨 他的想像力 完全被扼殺掉了 沒了 再見了 拜拜 真慘 這就是我們的教育 這就是給奴隸的教育 奴隸的教育 奴隸的教育 這是一種答案 你背下來照著做 一個奴隸 奴化的教育 你背什麼 你就記什麼 阿拜就這樣過你的日子 一世人就這樣過 你不會有更多的想法 對吧 你怎麼就這樣走幾個台 如果幸福一點 送到美國學校 出國念書 跳脫我們台灣這堂 河通 好幾個人 一年花幾百萬去上美國學校 那種人怎麼去美國讀書 避開來台灣虐待式的教育方式 我再講很嚴肅的問題 你都不知道喔 台灣人真的是給奴隸嫁 用嫁去奴隸 來 繼續講 我是老師 所以我看到這情況想說 你怎麼這樣 是老師出了問題嗎 還是教育系統出了問題 就算教育系統有問題 你老師也是執行者 這是我過去在美國讀書那時候 我在Final 我在東愛一所 長春藤人學校唸書 在Final的時候 外面就 我們有作品要擺出來 我們在Defense 有點像是 Defense叫什麼 辯護你的作品 下面請很多外國的 有名的教授 坐牆壁 不一定教授 藝術家 藝萍家 給你問 我偷偷這樣擺出來 後藝萍家 你都不會看過 你們第一次看到 這當然不是我的畫 我是借用別人家的圖片來放 突然 我在展示我的作品的時候 突然有個日本人站起來 說 James 你不要去歐洲 我說 奇怪 我在現在說我的圖 跟我有去過歐洲有什麼關係 但是在那個學校裡面 沒有人沒有去過歐洲 每個人一定去過歐洲的 我理我 我台灣人 來 不要去歐洲 所以我回去後 我媽媽很明顯跟媽媽說 今天老師 一位日本老師給我撈開 我說 我沒有去過歐洲 我說 好 這個輸家你給我抖 我送你去歐洲 所以那個輸家我就去歐洲 可是問題是 日本人為什麼可以看出來 我沒有去哪裡 就憑看我的畫而已嗎 所以 現在又回來了 又連回剛剛那個故事 美國的法官知道 台灣人在政治煉獄 日本的教授知道 我沒有去過歐洲 你不覺得都要出了問題嗎 就是 人家看透你 你看不懂人家 就是這樣 你落後 你看不懂先進國家在玩什麼 你落後 就是這樣 我只是這樣講 我剛剛講 這個社會就是 有知識的人 統治沒有知識的人 對不對 懂法律的人 統治不懂法律的人 對不對 我們台灣人叫做生三個事 四個事 走去做兵 走去買武器 到現在才知道 我們根本就不用做這件事 還去投票 你什麼都不懂 你就叫做生嫁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今天上科目的 上藝術史 還有人跟我吐槽 就跟那時候非洲人一樣 你知道非洲人 去美國之後 去做黑奴 林肯不是要解放黑奴 我先不講 那是後面政治動機 南軍跟北軍在那邊爬 你知道很多黑人是反對的 你知道嗎 你把我掏薄了 你叫我去哪裡找工作 以前我有租人 我家都要去回來 就飯吃 主人給我照顧好 還有一間房子大 我在那兒生團 我有孩子 你現在給我解放黑奴 我都沒辦法 你就叫我去哪裡 所以那時候 其實有些黑人 是反對林肯解放黑奴 你不要弄錯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把台灣人 都要給你討論起來 才不會的 要笑 我現在就生好生好生 我做民進東東完 我就要拿什麼好康 我們現在去投票什麼好康 你現在這段你聽不懂的說 就是這樣 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們把他補一條路 一條路 他不要怕 不會怕 因為現在現實拿到的好處 他就不願意放棄 我現在說這個 再來 所以我就去後面了 到歐洲 你知道他會去歐洲 我就想 我怎麼去歐洲 跟那個旅行團的話 那個採購團我會完蛋 因為每天都在購物 我歐洲就是要看風景 看藝術品 所以我就拚 拚到一個 說 台南有一個國小 退休老師出了一個團 我說 好 退一個 你知道小學老師 至少也失專畢業 或者失大畢業 教了整四人 應該教育應該不錯 對不對 好到這團 應該比較好 所以我就在那團 來到這個 第一站在哪裡 這裡是哪裡 有人去過嗎 大家不要去到歐洲 以前還有 我上次還有義大利來的童心 他就想 他就住那附近 大家不要去到歐洲 你只有往東南亞 比你更落後的地方走而已 連先進國家都不曉得 不懂得怎麼去 很可能 來 歐洲這裡是哪裡 我跟你講 梵蒂岡 梵蒂岡是什麼 你知道 也不知道 天主教的政治中心 全世界天主教徒 就在那邊在控制的 梵蒂岡是一個國家 他是國中之國 在義大利裡面還有一個國家 叫梵蒂岡 梵蒂岡裡面的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叫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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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有沒有嚇人? 你不會嚇到 四百年前的人去的家是這樣 那都是九條 石頭 石頭柱子 石頭用重量去算出來 裡面是拱形去用力學這樣子推出來 做出來的九頭 聖彼得大教堂 人家那麼小線你看 拜堆這支 直接從上面往下看 有漂亮嗎? 這面裡面 地板是大理石鋪出來的 欸 四百年前的人鋪一個地板 鋪都是白白白的 我們現在台北市的樓怎麼鋪 怎麼不會鋪 對不對? 都鋪來鋪去 連一個平地都弄不起來 人家四百年前大理石鋪的地板 天空 連那個以前沒有電 沒有電 全部都是自然光打進來的 任何裡面一個雕塑三層都高 它叫Shrine 神龕裡面有雕塑 上面有鍍金啊 漂亮 從下面往上看 有漂亮嗎? 漂亮喔 這是正常的反應 什麼是不正常反應? 我在看 哇 那漂亮 心裡面產生什麼 敬畏之心 對吧? 你會覺得 喔 這就是教堂 教堂就是用建築的方式 讓人 引導人去敬拜上帝 對吧? 你進去裡面覺得自己很渺小 他很偉大 你就會起那個敬畏之心 結果我在看他的現象 在讚嘆的時候 後面出一個聲 這也沒聲音 跟台灣廟一樣 比較大聲而已 聽得懂他講的話嗎? 廟廟 突然冒出一句話說 這沒什麼了不起 跟台灣廟的裡面都一樣 只是大一點 尺寸大一點而已 這就我那頂老師 講的話 聽得懂 人家了 好不容易參加這團 台灣的知識分子 會講這種話 我心裡就量了一半 因為接下去 我去美術館去參觀的時候 就會發生問題 因為這老師不會欣賞藝術啊 果然沒有錯 果不出其然 去美術館的時候 我到歐西美術館法國 一進去之後 這頂老師就忘記了 我說奇怪 這兩招都 我不管他 我繼續看 看了兩個小時以後 我到那個禮品 禮品部 看了一頂台灣人坐那裡 說 欸 徐老師喔 我說什麼事情 你怎麼穿那麼久 我說什麼穿那麼久 我就看美術館的藝術品啊 那工夫要做什麼 我們在這裡找冷氣 有加瓶子喝 那不是比較好 我說 我來這裡就要看賭 看賭 那就是找到嘛 你買來上面還有解釋啊 你有沒有覺得好笑嗎 你不會覺得好笑的人 你完蛋喔 你來這邊是要看原作對不對 我去買書 我到台北就買得到啦 我跑到家來買槌 我來這邊就是看原作嘛 Original 真品啦 真的東西啦 你不知道我講什麼喔 現在的人喔 在假的東西養大了 看到真的不會看 你網路都在看那個美女對不對 都是這樣拍啊 眼睛畫的黑黑大大的 你都看網路美女 看到真實世界的女生 嚇一跳耶 欸 但是人家是真人耶 那裡那是假的耶 你這樣宅男都是這樣子嗎 習慣網路美女 可是不能接受現實生活中的女生 現實中的女生 不化妝是比較抱歉一點耶 對不對 早上起來會口臭對不對 也是要上大號碼也是會臭對不對 也是從年輕到走到老啊 這是真實世界女生喔 可是你這種美你不能欣賞耶 這也是一種美耶 這是人生的美耶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只有2D美女耶 或者網路上那種 用fake假的東西 製造出來的 pretty face 不是這樣子耶 所以我說大人很可憐 自小人跟大人都像假的事大人耶 假的東西 fake的東西 養到大 所以當你看到真理 法理的時候 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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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搞不清楚了 你不曉得怎麼回應耶 所以基頂老師也是一樣啊 看到美的東西他不會 我是老師 我要替他們想一個解決的方法耶 那你哪裡輸入問題 我簡單的跟你講 他們有個字 先講頭前跟人說 這沒什麼 比較大聲而已 那是什麼意思 來後面那個吵雜的聲音 stop 這個字叫trivalize 什麼台灣人會叫糟蹋 糟蹋是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糟蹋 糟蹋是什麼意思 你本來在很高位階的好的東西 你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加辣 加沾 就好像一個美女架一個 一個 鮮花插在什麼上 牛混上 對啊 他每天畫得美美的 他沒跟你插 沒插 你再怎麼努力 沒有return 沒有回報啊 一樣啊 就是糟蹋 trivalize make something seems less important significant or complex than it really is despice don't play 就這幾個字 欸 我現在講英文啊 我以後我的powerpoint 你去一邊聊 我全部英文喔 你一定要有人 要接受不同的語言喔 你如果只會中文 你就卡死在中文的世界裡面 因為語言代表那種思考 思維方式 你沒辦法跳脫你的語言思考 你就是被卡死 你現在打一個字 像在google 打一個中文 打一個日本 結果出來大部分是負面消息 對不對 沒錯吧 因為你在中文世界裡啊 那中文是黨的喉舌啊 媒體是黨的喉舌啊 你當然都是負面啊 你如果打英文日本 還是日本語 你 你蹦 結果的新聞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是卡死在中文裡面嘛 對不對 來 我跟你講 我的解讀 替這些老師把脈 不是把脈 不是把脈 就是看病的結果 不要講把脈 分析的結果 第一 they simply don't have the capacity 他沒有那個能耐 什麼叫capacity你知道 capacity 中間有學電學 叫做電容 但是我不要講那麼學 我講capacity就是容量 比如說我叫滿漢 不要用滿漢全學 就是很多菜放在頭上 好吃的放在頭上給你吃 一百盤菜啦 但是你沒有在這裡嘛 對不對 因為你的胃就這麼大嘛 沒錯吧 這叫capacity 你胃就這麼大 你撐不大的嘛 你也不可能沒在這裡吃的料啊 那唯一讓他吃下去的方法是什麼 增加你的capacity increase your capacity 讓你的能耐變大嘛 對不對 你的肚量變大 你要知道吃下去嘛 既定老師 肚量就這麼大 看到這個東西吃不下去了嘛 對不對 beyond beyond是遠超過他能夠容許的範圍嘛 capacity 那怎麼樣增加這群老師的capacity 有一個其中 比如說語言language 各種不同的語言 比如說 我如果知道台語 北京語 中文 日記 英文 法文 法文 那我的世界就比你的世界大 對不對 因為每個語言代表一個system嘛 不同的系統 我有這麼多系統 我的世界鐵定比你還大啊 你知道中文的世界就是中文的世界而已 對不對 所以你要增加你的能耐 你要增加你的語彙嘛 所以以後 我們民進屋的語言就是日文跟英文耶 趕快去學 以後你們到這邊我會教你怎麼學英文 最快的方式學到 但是語言不只限於講的語言喔 有吃的語言 聽的語言 動的語言 肢體語言 對吧 每個人了解事情方法不一樣 有的人是苦聽 有的人是看讀書 有的人是看素質 有的人就要全身動 有沒有 可是我們教育只有一套嘛 所以小孩子如果從小裡有給他坐好坐 好坐 不可以當 那小朋友可憐啊 因為他認知世界的方法是透過動 你跟他互動嘛 那你怎麼坐坐坐坐 那個小孩子是這樣子 另外小孩子是靠 聽到很疼的 你不可以一字都說 大家都坐好坐 那那個小孩子就沒有受到教育 正常的教育權 對不對 我先不講那麼深 我現在回到這個聲音 你說在那裡吃東西嗎 我三千塊的熟成牛肉 放在這裡給你吃 那台灣人說 所以不要吃 一嘴就好不容易吃下去 吃完了 那我跟你講 那你糟蹋了三千塊的熟成牛肉 為什麼 你不曉得怎麼欣賞牛肉嘛 比較貴也是對你來說也是一樣 紅酒一塊一萬塊 對你來說沒有意義嘛 那做滾水要喝的 你在拼的 那你就糟蹋了一萬塊的紅酒 你要在適合的場所 適當的環境 適當的對象 環境 setup環境 對不對 還要菜要一道一道來 你要吃法國菜 也是這樣吃法的 對不對 你要慢慢吃不同等級的牛肉 吃到這個等級 你就知道這個等級的好處 那你紅酒從來沒有喝過 突然向上跳來這劍 你也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吃 對不對 你們可能慢慢慢慢聽 再來一個東西就是 這些老師看到這個眼前的景象 沒有解碼器 看不懂 什麼解碼器 Decoder Decoder 我剛才說 亂碼 經過解碼器之後 變成清清楚的東西 比如說我現在講英文 你聽不懂 但是我翻譯了 你聽不懂 那就是解碼 解碼的過程 解成你通知語言 先不講這個 但是你也不要講說 台灣人沒有capacity capacity 就是能耐 栽調 台灣人有什麼栽調 我會說有些 本屬的栽調 沒有錯啊 我親切告訴你 電視打開 說到新山 誰人跟誰人抬 誰人車去撞到 那邊就走起來 對不對 你去那個自如餐廳裡面 去吃一個飯 是不是一直放電視 大家隨便就走進去 你看看這個問題 這就是本屬新聞啊 本屬新聞 你聽得很開心 當一個隱形跟誰人離婚 還有哪一個就是外遇 你整天就是 這齊大人 這不是本屬齊大人 是啊 說到法律 整個人就開始嘟咕 他在說什麼 聽不懂 那就是可能的人 做的事情 可能的人吃本屬大人 對不對 現在說法律 你聽不懂 你聽不懂 你的胃口 你的胃口 是toward trash 只有trash 可以讓你醒過來 你那個口味要轉向啊 你要換另外一個方 好的 做的正直的 對的 justice 正派的事情 你要用這個 來養你的胃口啊 你們來這裡上口 講法理 就是讓你開始對 法律 對錯是非 開始有胃口 有這個胃口 可以appreciate 懂得欣賞 知道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對的 對不對 你整個人生 人生很短啊 不要拿去 吃垃圾 人生很短 你做toward something valuable 有價值的東西 不然你這個人 到這個年會 人家給你評估 你這個人到底值得什麼 那個很慘耶 真的沒有什麼工藝 可以拿出來講 我說實在 我真的講得很直接 我講話很刺 但是你們聽就聽下去 聽到我的尊重好 初級版本我問過啊 你們來這邊上課 是要透過我來改變你嗎 是不是 是的請舉手 請放下 錯了 完蛋了 你們又錯了 又答錯了 你有帶我 你有嫁 嫁老婆 不 嫁老公 娶老婆的 有嘛 也有男女朋友 生活很多年 請問你可以改變你的老公 還是改變你的先生嗎 不行啊 你一輩子 花那麼多時間 跟他在一起都不能改變他 你憑什麼認為來這邊 上我的課 一個小時就可以改變你 不可能對不對 那你們來上什麼課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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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說 那你來上什麼 如果我不能改變你 那我們來做什麼 我們現在來做什麼 上課來做什麼 上課來做什麼 你又不能接受啊 因為你連老婆都不能改 你們老婆都不能改 你們老婆都改不了 本性難移嘛 對吧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說法 對不對 我就要跟你講為什麼 我要說 你們本來就是這種人 你們本來就是聽到法理 就會隨便把他抓起來 會注意的人 你過去在中華民國 那體系 在騙在裡面 你不會大瘡 因為都是假的 你自己有sense的 你知道這個不對 但是我不知道哪裡不對 所以你不會大瘡 你在錯誤的土壤 你已經長不大 可是你來這邊講法理 講真理 講事實的時候 你馬上都刺起來 齁 對不對 馬上就發芽 不能大大手 都越來越大瘡 所以來這邊叫做篩選的工作 你的本質就是這種人 剛好接觸到對的土壤 你就很容易長大 就這樣子 你知道嗎 我沒有要改你啦 你本來有這種人 所以民政務的課程 是來做篩選的工作 篩選就是台幣 台幣那樣 比較大顆 在樓上面 那爛的小的 碎掉的就往下掉 就可以當做刺激餅賣掉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民政務也是 我課會越講越難 以後到那邊課會越講越難 難道你聽不懂 那我只選一些少數聽得懂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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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啊 就這麼簡單 你知道嗎 來 我要減少我的講話內容 好啦 就算剛才就講 就算你說我懂很多語言 你不要跟人講 This is a book 你告訴我你會用字 你不能講說 こんにちは 你就要用字 說太平衡 au re 你就會法語 會差勁 你英文的單字沒有超過一萬個 你不要跟人講你會英文 真的啊 沒有超過五千個 六千個 一萬個 你不要講說我會英文 你只會講This is a book 所以那個語言之下 language下面還叫vocabulary ok 要足夠的語彙 你才就要懂 法律也是啊 你不要說你現在已經懂法理喔 你很多法律的terminology 你還不知道啊 幹嘛 好啦 不講那麼多 因為按照大家的能力我來講 來 現在喔 你沒花到十幾萬的團費跑到歐洲去 我現在馬上帶到 聖彼得大教堂裡面有一個雕塑 好啦 看到這幅畫 就算我今天把你帶到那邊 你看得懂嗎 看得懂請舉手 你看都不敢舉手 你看 有人舉手耶 你說看得懂 我很注意哪個學員的反應 你說看得懂 好請問他 這是什麼東西啊 是誰 誰 其他沒有舉手都幫你回答了 你怎麼答不出來 瑪莉亞 那會 這是 耶穌怎麼會躺成這個樣子 蛤 蛤 你啊 你不要說的 等一下 你不知道不能出聲音 我跟你說 知道的人 我們剛剛已經講 瑪莉亞跟耶穌 你又突然冒這個 這就不是答案嘛 我既然講那個是正確 這就一定是錯嘛 對不對 基本邏輯喔 沒關係 但是我歡迎你回應 那OK 但是講錯 會花時間 來 我現在時間很有趣 慢慢講 你看這個就是看到這裡嘛 那我跟耶穌浪費了十萬塊錢的 旅遊票了 為什麼 來看這個要看什麼 你不會看啊 你只看這個知道故事 然後呢 你連故事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耶穌為什麼躺著 阿瑪利亞在做什麼 然後靠近一點看 給你看清楚一點 請問他的表情是什麼 啊 講講看 啊 難過啊 為什麼難過 不光是難過 不光是難過 這個真的很複雜 所以這樣有沒有 我給你們解碼器 好不好 好 讓你們看得懂這個作品 好不好 好 給我幾分鐘慢慢講 台灣人喔 台灣人喔 都是製造業起家的啦 講到藝術品層次太高 我就用製造業的語言跟你們講 好不好 製造業語言是什麼 啊 這是什麼東西做的 大理石 那是外套的 一堆做出來的 啊 大理石呢 撒掉了怎麼 回去 對不對 從刻嘛 對不對 可不可以黏著回去 不知道 西班人已經沒有一根黏著技術 你刻壞就從刻 就這麼簡單 光這一點就厲害吧 欸 你不是製造業 我就跟你說製造業 這個東西害怕 就不良品就丟掉 你要重做啊 對不對 一顆大理石 整顆好洗好洗 我裡面撒出一個人 兩個人 啊 不光是刻出兩個人 還有刻出 布料的感覺 皮膚的感覺 哇 人的感覺 七人的感覺 男朋友 都要撒出來耶 有厲害嗎 白白的感覺 一顆石頭 一顆大理石要刻出這麼多質感出來 立不厲害 我們剛才只是講說光刻不能犯錯 很厲害 第二個 刻要刻出不同質感 很厲害 你都應該安靜下來 都要跪在前面看這個作品 這個人太厲害了吧 是不是 這裡面質感喔 還有死人 你看還有肉的感覺 還有筋筋 有沒有 這是沙皮的辛苦上面 這個人死了 你看那個表情 阿瑪莎 你們看這個展主 現在是 好啦 我們台灣人 慢慢進入服務業 我換服務業的語言 來跟你們介紹這個作品 好不好 剛剛講製造業嘛 製造業就把你走到 我們現在是服務業 服務業裡面有一個產業叫做 電影產業 我們舉個例子 電影產業 看電影 是不是看海報 對不對 海報下的好 下的好的題目 大家就想看 對不對 比如說黑暗歧視 這什麼東西 看就很酷的樣子 想去看 對不對 你如果廣告海報弄得不好 沒有人要看就不去 就賣得不好 對不對 所以海報選劇照 就要好好選 不能選那個阿里布達的照片 對不對 是不是啦 就是要關鍵的照片 對不對 一丁有說服力 大家都會來看 你要看一場戲 要好看要怎麼樣 是半折直樹好看 是因為那個人長得帥嗎 不是耶 是他會演戲對不對 演戲就是說 該哭的時候哭 該笑 該奸詐的時候就奸詐 對不對 但是他如果表情超過 你有沒有覺得很噁心的 對不對 太笑過了 對吧 演得不夠 感覺該哭該哭 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好的演員 就是把這個故事的角色 詮釋的非常恰到好處 對吧 沒錯吧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劇情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這演員 有沒有詮釋的恰到好處 所以你首先你要知道劇情怎麼演 對吧 沒錯吧 那現在你看到瑪利亞的表情 對不對 你不知道故事你怎麼知道這表情 對不對 你說悲傷 你根本不曉得故事是什麼 怎麼知道他悲傷 所以你首先要對這背後 這個story要知道嘛 耶穌怎麼會躺在懷裡 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你說 你們要解釋都沒辦法 無理 太勉強 因為你根本不曉得 什麼基督教是什麼 請問你們在座知道 基督教是什麼 請舉手 抓手 基督教是什麼 什麼抓手 沒有幾個 一兩三 你都不知道基督教是什麼 你怎麼去 所以 我跟你講我在 我的藝術教育是在西方國家受的 很多部分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 基本上 西方藝術史 你就看不懂百分之 六七十以上 因為以前都是圍繞在教會 要不要是 對不對 大國王的皇宮貴族 才付得起錢 來叫人家做雕作品 對不對 你去歐洲玩都是這樣子 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 基督教是什麼 對不對 沒有這樣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我七分鐘 沒有七分鐘 六分鐘我把基督教講完 至少你們有一個 背景知識 你們再來看這個 是不是比較容易 好啦 生命術 生命 生命術 你叫我們吃生命術 基督教 沒有 我不是要這樣講 來 我講一個簡單 我簡單的把基督教用 只有幾分鐘 我要很快把它切入 把它講 講給你聽好了 我反面切題 基督教不是勸人行善 第一個點題你們就嚇一跳 對不對 所有的宗教都是勸人行善 想到基督教不是 我告訴你 就偏偏不是 你反而你要行善 進天國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是基督徒是不是 好 那他可以被你檢視 我說基督教絕對不是 宗教都是勸人行善 為什麼你說基督教不是 我就跟你講偏偏不是 你想說我做好事我要進天國 不可能 不可能 第二個 基督教不是勸你加入一個宗教 奇怪 我就看人受洗加入宗教 教會的不是 不是 你成為基督徒受洗 還不一定保證進天國 所以這樣有一段講說 哇 不是每個人叫做主啊主啊 你就可以進天國 很玄 再講 包括牧師都不一定進天國 第三個 基督教不是精神寄託 很多人講說宗教的 尤其今年基督教覺得就空虛的 覺得人生沒有希望 我就跑去宗教裡面 頓悟空門了 有沒有基督教不是 跟這無關 好啦 我三個反面切題喔 不是不是不是 那你說 徐老師 你告訴我基督教是什麼嘛 你都說不是 那我以為是的 現在都不是那是什麼 跟我們這幾個 基督教都說救人不死 喔 救人不死 徐老師你更扯喔 我上個禮拜也參加基督教的 那個最次禮拜啊 基督不是死了嗎 我還看見有基督教的墳場 基督教也死了啊 來 你們以後喔 接電話請出去外面接 這養成好的習慣 這是一個禮貌 基督教墳場啊 基督教也死了啊 不是很多聖徒都死了啊 你說基督教人不死 我在講死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先從定義 definition先講解 你聽完我的定義 再看我講的對不對 好不好 基督教的救人不死 死的定義 這原文的意思叫做 死啊 就是separation 分開 分開啦 人死了 靈魂離開身體是不是死 是不是 你還在一起就是活嘛 對不對 離開就是死對不對 可是基督教的經營有兩個 不光是你靈魂離開身體 你跟上帝的關係切斷了 沒有關係也是死喔 意思說 你人雖然活著 但是在上帝眼中 你是死人喔 那叫靈禮的死 一個叫身體的死 對吧 身體的死現在沒發生嘛 大家都滑滑坐掉 但是靈禮的死已經發生了 這叫死啊 死的定義 分開 separation就是分開 不separate就是合起來 你就是活了嘛 對不對 這就是基督教的 基本的觀念就是這樣 救你不只 就讓你跟上帝的關係 恢復來往 有人說 我現在死了 身體已經火花燒掉怎麼辦 很簡單嘛 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 再造一個身體 你又回去就好了嗎 這不是個問題 對上帝不是問題 所以你現在回來過來想 在我們亞洲人 或者說其他宗教的觀念裡面 以為神是什麼 人做何事 對不對 做到很好的時候變聖人 聖人以後變神 對不對 基督教說錯 基督教的上帝是創造於宇宙萬物的主宰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神 他的definition 定義是這樣子 Omnibutum omniscience 那個是很 那大概只有西方 基督教裡面在講這樣 或者回教 講通的概念 他這個神是創造者 他不是被造之物 那個觀念 所以我們一直不了解西方宗教 最大的關鍵點在這邊 這不是人自己變成神的 人不會變神 你都是受造怎麼會變神呢 你不會跳一擊變成神 是神創造人 不是人創造神 是的話我以後再講 先去講這個 那這個神有幾個特性 造成今天這個結果 比如說你剛才叫做死 你就會問一句 為什麼人要死啊 上帝造人是會讓人死的嗎 上帝創造人是不是會讓人死掉 我剛才說本來不是 那為什麼死 因為 照正義這樣講人犯罪 徐老師 犯罪就會死 那是怎麼回事 我跟你講 上帝有個本性幾個要講 一個叫公義 justice justice就是公義 公正 公義就像法官一樣 錯就是判 對不對 犯罪 那因為神有個本性叫聖結 聖結跟污秘骯髒 你犯罪了就是骯髒了嘛 那是聖結跟骯髒 就要分開 對不對 乾淨跟不乾淨一定要分開嘛 所以你犯罪之後 你是骯髒了 他是聖結的 他就讓你跟他的關係切斷了嘛 只是分開而已你就死啦 我剛才講死的定義是分開嘛 不死就是在一起嘛 你沒有犯罪跟他在一起 你犯罪就跟他分開 這就是死啦 你已經經歷死亡 就這麼簡單 這是基督教講的觀念 我講這個 是為了要介紹待會的作品 那基督教這種分開 那你下一個問題就說 那什麼叫犯罪 OK 又回到一個定義 我什麼東西講定義 我們講法律名詞也是講定義 什麼叫犯罪 徐曉得說 我好不做 上面有什麼犯罪 英文的原文叫sin sin跟crime不一樣 crime是犯罪 是對其他人 殺啊 唱啊 當騙啊 那就是罪 但是你這個罪是against god 就是sin 罪 罪的原文的意思叫做 射見沒有射中把心 射見沒有射中 那是膀罪 差一點點都不可以 99.999 也叫做missed 也是犯罪 那上帝對這種犯罪行為 他做一個回應 就是讓你跟他分開 就這麼簡單 一分開就經歷死亡 這叫犯罪 還知道嗎 他說 那為什麼犯罪就要死 那他有一個本性 就是要做這種處置的 基本上我這個講完了 但是今天有一個法官 坐在這邊 犯人犯了罪 抓來他前面 喔 這個偷人家麵包 三年徒刑 送走 這個結合講學 死刑 送走 這下一個送來的時候 唉 判不下去了 發生什麼事情 這人兒子 兒子被送來了 那他是法官 照理說 以法官公正的身份 該死就是死嘛 可是他判不下去 因為他愛他嘛 這人兒子 又要判又要不判 他卡在中間 英文字叫delima 卡於兩男中間 他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怎麼樣 要找一個人 把保釋出去嘛 對不對 要沒有罪才可以保釋 對不對 其他犯人可不可以互相 大家作保 然後犯人就出去 不可以啊 你們都該罰了死 只有外面沒有罪的人 可以進來保釋人出去嘛 那誰沒有罪 全世界人都犯了罪 全世界人都該死 所以最後什麼 法官自己下來吧 法官啊 法官啊 法官沒罪嘛 所以法官說好 我替你死 所以這種就知道 所以上帝 耶穌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你知道嗎 耶穌從天上降 他就像那個法官 來的目的就是要死 死就是替人付上代價 問題死了就死了 這基督教也再見了 他還要復活 所以基督教講的 這復活的觀念就是 他復活證明他是神 不是人 他才有資格勝過死亡 你知道嗎 這基督教的重點不是聖誕節 基督教的重點是在復活節 基督教重視復活節 遠深過的重視聖誕節 復活節證明耶穌是神不是人 對不對 好啦 現在問題來了 來 回到這張圖 我也不是牧師 也不是傳道人 我來這邊只是告訴你 耶穌使節嘛 需要的知識 這樣有心嗎 你首先你要知道基督教之後 才能看得懂這個雕塑品在講什麼 對不對 好 那現在耶穌躺在這邊 他就是來死的 定十字架之後 你知道羅馬一個刑罰 把人定十字架 死掉以後 他就把他拿下來放在他媽媽 他媽媽拿在手上 瑪莉亞這時候表情是什麼 很複雜 不是單純的傷心而已 很複雜 怎麼個複雜 我慢慢解析給你 第一個 兒子 公告派電話也是他自己孩子 孩子死了一定會傷心對不對 這正常 這個表情有 這感覺有 另外一個 耶穌也是他的神耶 耶 耶穌也是他的神耶 他當初懷孕他的時候 叫做聖靈感應 處女十字架之後懷孕的時候 神透過他來生耶穌下來的耶 為什麼要透過他 為什麼要處女 因為男女的心意產生的罪 會帶著原罪 所以處女是沒有帶著原罪的對不對 直接聖靈感應 所以耶穌生來是沒有罪的 才有資格 不要講太深 好啦 Anyway 死在他手上居然是神耶 你會覺得很奇怪 我所相信的神居然會死在我手中 那表示什麼 我以前死的都假的嗎 都是假的嗎 對不對 如果他真的死掉 那整個推翻我郭全 之前相信的嘛 對不對 整個猶太人相信的 那彌賽亞就是已經死了 那他不知道兩天以後耶穌又復活 三天以後耶穌又復活 他不知道啊 他現在是in between 在中間那個階段 後來耶穌復活 但是現在還沒有復活 沒有復活的時候 他就contemplate 就是複雜的情緒交錯 信仰上要崩解 然後又是自己的孩子也死掉 所以他這個表情就對了 對不對 他哭不出來了耶 過度傷心 已經遠超過一般人能夠了解的程度 你知道嗎 像會欣賞嗎 那米開朗就有把這樣的雕獸品做出來 厲不厲害 厲害嘛 首先他選取的這個題目本身就很厲害 對不對 他剛好抓到人性中那個弱點掙扎 那個要沒辦法頭髮的那種狀態嘛 那個表情 要哭也哭不出來了啊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壓力很大對不對 所以你說難怪他是大師嘛 是不是 你看到真的是雕塑中的 啊 礦式巨作嘛 這樣會欣賞了嗎 當你知道這些東西 你可以回過來好好欣賞這個藝術品了嘛 為什麼藝術有那麼高的價值就在這裡 我必須要解釋 從製造業走到服務業 走到歷史故事宗教界來跟你解釋這個 你現在才知道人的情度到哪裡啊 對吧 你們現在比一般的藝術史學家也厲害了 那下一幅畫就講這個啊 再走沒多久你會看到一幅畫 上面就畫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耶穌然後這個他的門徒 我要說這叫Dalting Thomas 耶穌復活的時候 人家覺得說 啊 看著魚 耶穌復活的時候就回去去找門徒嘛 那門徒就看到他嚇一跳 說你是人還是鬼 耶穌說鬼不吃東西 你拿拼給我吃 魚 魚 酒給我喝 他就當著門徒前面吃 吃完以後 其中一個叫Dalting Thomas 多馬 多疑的多馬 那這個人喔 這要怎麼講 他看著人家變魔術 我都覺得是假的 那真的 魔術 excuse me 因為講話一直用空氣 果然是假的 果然他以為是假的 那又說 不然你這樣啊 我給你摸 那個多馬說 我如果沒去封到你 沒去吸到 都沒尊勝 又說好好的讓你摸 他就摸他這個地方 你知道為什麼摸這個地方嗎 有故事的 耶穌被釘石架的時候 羅馬的兵丁 他會確認有沒有死掉 有死到頭 穿的從這裡堵下去 堵下去撈出來的火 如果是分開來的話 血小板跟組織藝也要分開 你們學醫學就知道 那表示這個人真的死掉了 死到頭 你就可以把屍體拿下來埋葬 如果沒有的話 又刺起來 挖個頭罩 對吧 所以要確定他死了 所以這個叫 這個洞很重要 所以這故事是在演這個 叫多疑多馬 那耶穌就說 你們是摸到我 才相信我的 那些從來沒看過 也沒聽過 光是聽我講過的話 就相信我 更有福了 就是這樣 來 我跟你說 那些人造不動 遇到困難 沒辦法解決 所以我們就製造一些人造神 來解決自己的不安 對不對 害怕 西方的神是神為中心的思考 人是被他創造 觀念是不一樣 另外一個雕塑家 Bernini Lorenzo Berdini 他的雕塑 他雕工 我絕對不會輸給剛剛那個 米開朗基羅 可是真的 我是評審委員 他拿來比賽的時候 我會給米開朗基羅 不會給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是阿波羅一個神話 比如說一個男生追究一個女生 對吧 把他抓抓到 等到他碰到他那一刹那的時候 這女生變成樹枝了 你看他從手開始變成樹枝了 也就是說他根本沒辦法 享受到這個女孩子 最後 花了所有力氣追到他的時候 他變成樹枝了 所以 日文叫 殘念 殘念 都暗胎 怎麼會這樣子 花那麼多力氣 結果追到一棵樹 對 就是描述人 人世界的那種 無奈跟那種 有沒有 暢然失落感 OK 這也不錯 這是希臘神話的一個故事 太雕塑了 不是另外一會拿冠軍 這樣你們厲害了吧 你們會了 來 同樣的 羅馬那邊還有一個水池 你們看這水池 你知道這是在幹嘛嗎 我看你看不懂 這是什麼 不是許願池 我跟你講 直接講答案 我今天時間不過 這個代表四個河的和神 做這個事情只有帝國 你們看帝國節 只有帝國才可以做這種事情 他把四 以前河流代表文化的發想地 河神嗎 就代表這個 這個國家很厲害 他把四個河的河神 給你抓過來 表現 我是帝國 我最大 帝的四級的河神 被我抓在這邊噴水 有厲害嗎 所以帝國才可以做這種事情 新加坡做這種事情 給人家笑死 對不對 小國家做這種事情 會給人家笑 只有這段帝國 橫跨歐亞非幾周的 才可以做這種事 所以他把尼羅河的神抓來 把多瑙河 橫河的神 南美洲的 Rio del Plata 這個神抓過來 大家知道嗎 會看 帝國就做這種事情 帝的四級 接下去 會看嗎 1889年的巴黎 法國也是帝國之一 他做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艾菲爾鐵達在巴黎 對不對 幾隻腳 四隻腳 OK 那就回應剛才這個 帝的四級 一樣的意思 他抽象化 但是呢 這個帝國不一樣 他宣告一個新的帝國開始 新的帝國出來了 什麼帝國 從此以後帝國定義 不再是平面的 3D 你要有滯空權的人 你看這個有飛船在飛 掌握滯空權的人 才是新的帝國的定義 你們可能聽不懂 我繼續講 聽不懂你繼續follow 來 過沒60年以後 另外一個帝國就出來了 什麼帝國 他說 天空算什麼 我倒到外太空去 到月球 哪一國 美國 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誰上去的 哈姆斯狀 對不對 柯林斯 人類的一小 他的一小步是人類一大步 對不對 1960幾年的時候就發生事情 過來 又沒過多少年 這個就出來了 這是什麼 你們就不知道了 好奇號 到哪裡 火星 你們在座可能 不曉得這個的偉大到哪裡 那我用一個距離來表示 地球到火星的距離是地球到月球的幾倍 這樣來感覺他的偉大好不好 一千五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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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到 火星的距離是地球到月球的一千五百倍 一千二到一千五 這是好奇號 直接登入那個小庭 第一天他拍的照片 有沒有 54.6 million kilometer 百萬千萬 五千四百六十萬公里 馬上傳真最高解度的照片到地球 馬上可以遙控在上面的無人登陸小庭 有厲害嗎 以後慢慢跟你講 這是哪裡 羅浮宮 很好有人知道 羅浮宮 這什麼東西 羅浮宮是後面這個 這個不是羅浮宮 這羅浮宮的一部分是什麼 金字塔 不是金字塔在埃及 這是什麼東西 沒有錯 它是金字塔的形狀 當作它設計的motiv 它叫做entrance 入口處 它對這裡一起的 人對這裡有沒有 排隊 人在那邊買票 從那邊進去有沒有 金字塔下面 外面外形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是金字塔 我現在講的是文化結碼 歷史結碼 為什麼金字塔 為什麼設計金字塔 法國人可以接受 我要說 帝國不一定是軍事帝國 法國人以它為文化歷史的帝國 指去藝術文化歷史 那你如果講到文化 藝術歷史的話 那要追到什麼時候 西方國家有名 他認為最早是埃及 這樣知道嗎 埃及之後在希臘 然後在羅馬 然後傳承下來 那你如果是那個傳承 那個繼承者 你就把這個羅馬 埃及這個是古老的東西 放在那邊 這樣知道意思嗎 也代表它裡面所收藏的 藝術品 有代表性 你知道嗎 橫跨從埃及到現在 我都給你收在這裡面 所以我可以做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般我們這種 小國小地方的人看不懂的 我現在解碼給你看 那這裡是哪裡 沒有人看過 你們看過 我就昏倒了 我就可以不用上課了 換你來講 英國 這個地方叫水晶宮 已經燒掉了 時間點 1851年 這幾年前 五十加上一百二 一百七十年前 英國已經蓋起我們家 這是照片 這不是畫畫 以前他們英國工業技術 已經大到可以輸出大片的玻璃 整塊玻璃 加上鋼骨結構 把玻璃放上去 這個地方有多大 它叫做萬國博覽會在這邊開的 然後它裡面有幾個攤位 一萬四千個攤位 我聽你們算了 台灣人不知道什麼 叫一萬四千個攤位 世貿有幾個攤位 世貿有幾個攤位 有沒有一千個兩千個 沒有嘛 對不對 四百個而已 世貿 南港那個多少個 有沒有一千個兩千個 都沒有 人家一萬四千個 在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年前就做一萬六四千個 一萬四千個是什麼概念 一個攤位有幾個人穀 只有兩個人 對不對 至少兩個人 我覺得一萬四千人 是不是要兩萬八千人 三萬人在裡面 光是員工喔 是不是三萬人 加上搞水電的負責 欸 然後加上遊客來 差不多超過十萬 十五萬 二十萬都有可能 二十萬人擠到這裡面 要多少個廁所啊 要多少餐廳啊 要多少水量啊 交通要怎麼處理啊 我現在也講 將近兩百年前的英國 人家那個技術是多高啊 是不是 那裡面要有空橋吧 要有電梯吧 要不同樓層吧 要運輸吧 要in stock 要庫存吧 全部都要欸 這些人從歐洲各地方 坐火車 坐船 坐飛機來的啊 那你要旅館吧 是不是 那如果失火 我跟你講 後來果然是發生火災 這個建築物燒掉了 但是當時 他做國安會 是震驚全世界欸 不要講全世界 如果有國家 根本不曉得有這個消息啊 好啦 講到這個 我就來講美國 我只講到英國 現在講另外一個帝國 叫美國 我問你 你如果是帝國的人 你以什麼為生 你以為像各位這樣努力的工作 上班賺錢啊 no no 大部分時間在玩啊 他們光玩就 就玩片 就讓全世界人有飯吃欸 我隨便算給你聽 你們看過運動吧 sports 有沒有看 職業籃球對不對 職業棒球 現在在看嘛 對不對 美式的職業棒球 美式的足球 這個加起來 每年是42個billion billion是10億 百億 426億美金 再乘以33 460億美金 乘以34多少 不知道 過了 過了 這是每年的產值欸 total US sports market 會比440-470 billion yearly 每年欸 我們打完再474個billion 我們只剩球 就剩 巧克力整個國家的 總生產值了 玩球 我還沒有趕快 附帶的設備跟設施喔 它可以賣版權啊 跟你去看啊 買那個相關性 衍生性產品 我們光是替它生產這個 就夠我們台灣人家欸 這是玩的部分 還有夢想 NASA每年在發展太空 多少預算 這邊有 18.724 billion 2011年 現在更高了喔 我先保守估計 教育 我們來看教育這塊好了 3.77 trillion 114兆台幣 光是教育的費用 全美國有多少個學校 我給你看 批評一下 這就只有加州而已 California 都有 欸 多少 四百幾間大學 三四百幾間大學 都說四千幾個大學啦 應該是一百多間大學啦 這裡面隨便講幾個 博客來啦 UCLA啦 加州理工學院啦 這都是頂級世界前茅的大學嘛 在加州喔 加州大學不同分校都很厲害啦 Santa Barbara Hervine UC Berkerley UC San Diego 這都是很好的學校欸 加州的系統喔 OK 美國每年喔 這只是加州喔 我現在講長春的 有沒有聽過長春人大學 長春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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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有幾所學校 不要被選擇 總共有八所 對 Bron Columbia Cornel Darmouth Hover Princeton Yale 每年捐給這些 前二十名學校 十三兆台幣 捐給學校啦 只是捐錢給學校的 就是十三兆台幣 那一年再多少人呢 長春人大學校 每年接受捐款 十三兆台幣 這幾個都帝國 我還說帝國是這樣的 OK 戰爭預算 這有看過嗎 那時候我們有個童心兩百公分 我說 這腳超過兩百公分 比你還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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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足球請舉手 都沒有人看過 美式足球 很好 你看 這是他們高中隊 高中的 這是大學隊 Texas 上面 職業的 然後他們也是 一開始足球比賽 幾十萬人 我們什麼幾萬人的足球比賽 太小了啦 因為洞砸數十萬人 還有十萬人 突然擠到這個球場裡面來看 每個人汗照都要大張 全世界沒有其他國家可以玩這種遊戲 為什麼 你沒有這麼大的人 沒有那麼大張的人 然後就算你有這麼大的人 他速度也沒人家快 人家這個是 跑百米的速度 搞不好比你還快 兩百多公斤的人 跑得比你還快 各種方面的 都不是你們能夠想像的 來 你看 馬上進單架有沒有 因為這種遊戲太激烈了 以至於 隨時準備單架 他要帶鋼盔才能玩 你看 那個打法 他長腳長手的 每年因為玩這種球賽 斷手斷腳 送醫院死掉都有啊 所以 保險費就很貴啊 這是 這種帝國在玩的遊戲 全世界在日本也跟著玩 可是就是沒辦法打 日本也推出他們的Football 因為這很昂貴 光是器材本身就很昂貴 一個隊裡面養一百多個人 你什麼學校可以這樣玩 來 簡單的分 他前面有所謂的 Line Man 左翼 右翼 然後有什麼 Receiver 這是攻擊的隊伍 後面有Running Back 有Quarter Back 雖然負責送球 然後對方有Defense 不同的 然後每次他們 他們玩球賽的方法 是開始叫 正法 擺那頂 什麼人要找到什麼 都要講好 然後開始叫號碼 叫到的時候球傳出去 他們球員就開始跑 然後四分位在後面就丟 接到以後就往前移 就這樣 這是美式足球的打法 那教練在做什麼 教練在場邊 場邊可不可以看到對方的戰 那個戰鬥隊形 不行對不對 因為他們有制高點 所以美式足球 還有另外一個人在上面 好幾個人在上面 從上面往下看 看什麼 看對方的戰法 解讀對方的戰術 然後把那個訊息 傳給下面的教練 教練決定接下去 用什麼對付他們 是不是很高科技 美式的足球 是有Offense 攻擊隊 有Defense 防守隊還有Second Team 就一直換來換去 不斷地換 戰術都隨時叫 那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要跑哪裏 不能亂跑 不是隨意跑 講好你去跑那裏就跑那裏 時間到那裏 球隊到那裏就吃 我跟你講 所以美式足球在裡面玩的人 後來到企業裡面 都是很好的領導統一者 你知道怎麼玩Teamwork 台灣人不太知道 什麼叫Teamwork 團隊的活動 因為他美國大到這地步 你沒辦法個人這樣單打獨鬥 全部是Teamwork 因為Size太大了 你有沒有覺得這種 這怎麼叫做Football 怎麼叫運動 這好像軍隊一樣對不對 沒錯 他就是要打仗 這些人他的訓練方式 很容易接上美國的軍事 系統跟組織 就這個啊 你看 美國 這是美軍 美軍有這麼多系統 美軍有幾軍 美軍 來看這邊 美軍有 United States Army 陸軍 Marine Code 海軍陸戰隊 United States Navy 海軍 Air Force 有沒有 Army Navy Air Force 還有 Coast Guard 海岸巡衛隊 美國有這麼多軍種 每個軍種 每年便利甚至18兆台幣 比這個還多了啦 現在已經老早 超過二三十兆台幣了 這裡面各種新式的武器 這個算是五年前的舊文 咕啊啦 給你們抱一點心了好不好 你有興趣知道嗎 美國最近國防部長到加州矽谷 去訪問 訪問什麼呢 他說他們要跟Amazon Apple Google 合作 他們覺得 業界它的速度相當快 那以前傳統的軍事武器的 這個 代理商 速度偏慢 所以他直接到那邊去抓人 以後 國防部長自己講 不是我講的 在戰爭場上打仗的 已經是機器人了 不會是人了 宣布啦 不用人了啦 中國什麼大怨兵 那人在那騎 我看你像機器人爬 你手馬上被拗了 管你練得多壯 都是一樣 對不對 像鋼鐵人一樣 這個機器人跟你打 你要不要打打看 不會打的 所以中國裁軍是應該的 你不裁軍 你要拿人去當肉餅給機器人打 對不對 現在美國人打仗也是無人 沒有人 不是無人 是有人 但是人不在現場 所以死的話 只是死掉機器 不會死掉人 他人就在 像玩電動玩具一樣 所以他裡面的人 都在玩電動玩具 他穿的是軍服 可是在玩電玩 電玩 電玩那時候 摔一架飛機的話 幹嘛 再按一下 又一架飛機就上去了 不是嗎 包括現在潛水艇 也不用人 美國現在全面換裝以後 全部都是機器人 這是美國的打法 你知道我講過 戰爭一開始 不是在地球上打的 你不要再用傳統的 什麼導彈 很好笑 導彈需要什麼 衛星的guidance 對不對 要導航 你沒有導航系統 你的導彈往哪裡飛 往自己打 那導航是靠什麼 衛星 那衛星 所以戰爭一開始 是地表上開始打 還是天空打 還是外太空先打 我跟你講外太空先打 幾秒鐘就打完了 為什麼 所以衛星都打掉了 就結束了 你飛彈往哪裡跑 你沒有GPS你怎麼打 全部停了 然後他再來打你 對不對 我那時候講 美軍現在的新式武器 他們用什麼 電磁炮 電磁炮不是雷射 雷射是另外的 電磁炮 電磁炮就是短時間 你知道學過物理 M乘S是什麼 M乘V 動量嘛對不對 質量乘以速度 再加速很快 很嚇人耶 那個來的動能 就等於原子彈來 一下就動 而且它沒有中間 沒有攔阻的嘛 可以十幾倍音速這樣 直接把那東西丟出去 那就一塊鐵塊而已 一塊鐵塊這樣打出去就好了 那比飛彈還快 你飛彈 它鎖定你 一下子就蹦 在你的國家裡面就爆炸 那怎麼玩 雷射是另外一個 因為雷射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講 雷射 運到下雷雨 颱風來就沒有用 電磁炮完全不受這個影響 講這個沒有意思 好像拿來下台灣人 台灣人也不用高興 因為台灣人是可以中國下大的 所以我才跟你講 美軍是什麼樣 簡單的介紹而已 但是我今天要另外講一個部分 蠻大的一塊叫做藝術史節 我今天提供不同的解碼器給大家 都是Decoder 當你們有這個解碼器 你就可以realize另外一個領域 因為台灣人以前的世界太小了 對不對 就是大長巾而已 都是韓劇嘛 要不然是什麼 那叫什麼少女時代 什麼的 我不知道 來 這幾張圖有什麼共通點 你們的智商高不高 趕快看 這幾張圖有什麼共通點 先不講這個 跳下一張 這是印象派的畫 OK嗎 你們可以接受 這是皮卡索的畫 看著懂得請舉手 上過台灣史解碼不算 因為我教過你了 如果上過台灣史還看不懂的話 你們真的 上過台灣史的話都會看 這叫立體畫拍 怎麼解讀 第一次上課 看不懂人請舉手 我才會解釋 看得懂我就不解釋 我們就跳過 看不懂嗎 看不懂請舉手 我看有幾個人 好 謝謝 我解釋一下 這是一罐水 這是麥克風 是不是 你們沒有回應 這是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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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嘛 這是我 這樣看也是我 這樣看也是我 對不對 那表示什麼 我如果時間固定 我的觀察變改變的話 會有不同的result 結果出來 對不對 我時間固定 時間stop 突然有好幾個 現在不對的 知道嗎 同時好幾個 camera 那叫什麼 camera叫什麼 鏡頭 好幾個鏡頭圍繞著我 然後一按下去 到處都來 對不對 那我可以不同角度看 對不對 不同角度的結果 放在一起 這個鼻子從這邊看 胸部從這邊看 頭往這邊看 就閃成那個結果 就這樣 就要立體畫拍 但是問題是 這在 120年前的人畫 那就不得了 現在畫這個 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你已經有這種多鏡頭 的裝置 可是古說的人 畫這個 你阿公阿嬤阿祖 那種有的東西 那就不得了 對不對 是不是 那時候就有立體畫拍了 你知道嗎 皮卡索 19107年的時候就畫這個 那個人叫做皮卡索 有沒有聽過皮卡索 皮卡索有聽過嗎 就是他自畫像 那時候開始從寫實慢慢轉的時候 你看他角度開始乖乖 就畫這個 皮卡索講過一句話 他說 其實我沒那麼厲害 我畫立體畫拍 我的靈感來自於有一個人 叫做賽上 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你看 大文藝術師 賽上有沒有聽過 賽上 誰在 法國人 他以前畫風景畫 是畫這樣子 這有什麼好學的 那怎麼會跑成立體畫拍 你慢慢看下去 賽上這個人很喜歡畫風景畫 他是印象派師 他後來就 因為太喜歡畫 這個St Victoria這個山 所以他就搬到這座山的前面 在那邊買一個房子 每天畫這個山 每天畫 畫了好久好久 最後他畫成這樣子 你覺得有沒有嘻笑 你看 你看 在那笑就是覺得他嬉笑 我告訴你 經我解讀一下 你們在座各位有誰 小學的時候 小學或國中有出去寫生的請舉手 寫生 好很好 沒有寫生請舉手 你們學校實在是太可惡了 都拿去上數學課 對不對 對不對 美術老師想學這個 寫生課拿去上數學課 寫生就是什麼 就帶個便當或帶一個野餐盒 對不對 然後老師整隊出去 大家都拿著畫 畫板 畫筆 水彩 對不對 裝水的水筆筒 對不對 洗筆筒 出去 通常都早上幾點去 八九點到公園 對不對 沒錯吧 就開始畫 畫畫畫到中午的時候就 下課 讓大家 睡覺去玩 很高興快樂的一天 對不對 好啦 你們有寫生 我要請問各位 你們一次寫生的時間多久 半天嗎 寫生啊 你去 一天 有沒有有人寫生 一個小時的 太短對不對 有沒有寫生五分鐘的 有啊 我們班上那些壞學生都寫生五分鐘 老師點名的時候他在啊 老師一走他也跑掉了 下課之前再回來一分鐘啊 點個名回家 就叫寫生一分鐘 對不對 那這個還沒時間 有沒有寫生一秒鐘的 一秒鐘耶 一秒鐘耶 他怎麼畫啊 我跟你講 這前面的人都寫生一秒鐘 我剛才教你們 這是不是寫生一秒鐘 盪鞦韆盪到一半停下來 這是不是寫生一秒鐘啊 你告訴我 這裡面所有的話都是定格畫 對不對 定格 定格有點像我們的照相 咔嚓 就這樣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定格畫嘛 寫生一秒鐘的話 怎麼可能畫 怎麼可能畫 所以我就跟學生講 我過去看 他說 老師你覺得我畫的什麼樣 不行 重畫 為什麼 現在都幾點了 十二點 你什麼時候來了 早上八點 我說八點的影子 現在是十二點 到底影子都不見 你還給我畫影子 重畫 老師你別開玩笑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早上八點影子是不是很長 你可以畫到中午 那影子應該不見了啊 你有沒有在寫生 你是在畫你記憶中 早上八點的這個公園 所以你不是在寫生 所以你重畫 你知道嗎 這老師怪怪 我這老師是不是怪怪 那是真的啊 他們沒有在寫生 但是賽上是一個勾矣的人 他真的是寫生 所以他畫這樣子 為什麼 我一直跟你講 他看到那邊的天空 有樹 橘紅色 他就開始挑 欸 太陽來了 那個顏色變了 他就再調另外一個顏色 調完回去畫 欸怎麼又變了 雲又把它遮掉了 對不對 現在會看了嗎 他每調一個顏色 顏色就變化 所以他這幅畫 如果畫了三個月 就表示這個寫生 是針對這個山 畫了三個月的寫生 對不對 所以在一大一大嘛 因為他隨著時間 顏色都在換嘛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是一個好學生 好學生的寫生 就畫成這個樣子 知道嗎 觀點固定 時間在變動 畫出來的畫 是不是這樣的 到過來 皮卡索很厲害 把他抄他的 就是時間固定 觀點改變 是不是變這樣子 你們智商不是很高嗎 我應該聽得懂吧 因為是固定時間 一個固定觀察點 觀察點固定 時間改變 他就變成賽上的畫 可是賽上是一個 一樣 他沒太多 但皮卡索比較乖 他外聰明一下 他用這個賺了大錢 你不要以為 藝術家都是死後才賺錢 皮卡索沒有 他出生從小到大 都賺錢賺到老 又換了好幾個老婆 都是漂亮的 錢又賺得多 有這麼爽的藝術家 你看 就是有 但是皮卡索這件事情是什麼 皮卡索開啟了一扇門 哪一扇門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 從此以後 表示什麼 畫畫怎麼會只有一個觀點 好幾個觀點 對不對 皮卡索說以前畫不一定是畫 我現在也 這是一個新的觀點對不對 他當初帶著新的觀點 進入藝術界之後 藝術界就受他很大的影響跟啟示 從此藝術家說 大地是我的畫布 我插壁雷針 雷打下來 老爹爺幫我畫畫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叫大地藝術啊 我從山上拿一個推土機 把土推到海裡面 繞了一圈 好幾圈 也可以啊 這也是藝術創作 像人工一定要拿畫筆在畫布上畫 對不對 那如果藝術品是說 有概念 然後有創作 很簡單 我把椅子 真的椅子放在這邊 畫的椅子放在這邊 把字典上對椅子的定義放上來 這也是藝術啊 你懂我意思嗎 The real definition of art 已經改變了 被挑戰了 所以一開放之後 什麼可能性都出來 這就是把卡通也可以當藝術來畫 Roy Lackenstein 這是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只有帝國的藝術家會做東西 你看到嗎 這一個一個島 一個一個的島 島上面有船在那邊開來開去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傢伙很氣笑 他想用布去包那個島 用布啊 用粉紅色的布把島包起來 有你懂嗎 你不懂嗎 那是要補 把一個島 補給它 不是只包一個沒大型 包第二的第三個 第四個第二 包到海口去 你們又是製造業 又搞不懂 我用製造業的語言跟你講 請問你 包一個島到多少塊 都幾馬布啊 這就很貴了對不對 你用完這些布要哪 也可以做衣服 誰要穿粉紅色的布啊 沒有啊 請問你這個布 在包的過程 要多少個人力去拉這個布啊 你是不是要船 要人力 對不對 來啦 跟你講 這布包的過程 你看 純都要記住嘛 你看光是包這幾個島 一樣是十幾個島 這船一直來來去去 每一個島 如果準備五十個人 十幾個島 十八十五百幾千個人 在那邊做這個動作 那我再跟你講一個 能夠拍這張照片 台北市直升飛機 包一個上去 coolman兩個 直升飛機駕駛 還有坐後製 整套起來 一百多萬跑不掉 光是拍一張影片 這樣一張相片 幾百萬了 走不去 那問題是 海水會流動吧 河水會流動吧 你怎麼固定這個布 在這邊不會飄走啊 你看 他坐在那裡 有沒有看到船 遊艇在這邊把這個布 這樣拉過來 過程中 島上要有人 都這樣站滿滿的 去跟他拉這個布 都要撩散 補給他撩出來 這多大的工程啊 而且這個不是一個島 十幾個島 同時把它包起來 包得好 飛機起來 你要找個 風和日曆的好天氣 你要確定那段時間 是沒事的 我只能立即上來 剛好你們都進行 差不多拍這張照片 你看那個馬上進行 浪人還在上上下下 你看 你會厲害 布料長從工程 從技術 從... 欸 你怎麼funding啊 你們有在公司裡面上班 這筆錢誰付啊 告訴我 布料公司免費提供嗎 你一定要籌款嘛 你這個瘋狂的案子出去 誰要給你贊助啊 贊助完我有什麼好處啊 你們要想不到 這... 我很難把這種事情 讓台灣人去 comprehense 就是去理解 我只能圖滅 這幾世人沒看過嘛 你們在座各位 每天去看 大腸筋的人 會看到這種東西嗎 不會啊 每天看 正面信節目 你會看到這個嗎 你各位不曉得 世界長什麼樣的啊 那不是 台灣人的世界很小的 很小的啦 我藝術史節嘛 就是要只講這個 來這個人沒問題 你看 他的桌子這樣包 包一個兩個 一直下去 嚇死人了 他欺負多大 藝術就要欺負 後來他把德國的那個 藝衛大獸給包起來了 沒問題 你看這個他先生跟他太太 兩個小的你看 他小人說 我要把整個海岸包起來 這1960幾年的時候 他就做這件事 你看 他把海岸線給包起來 有笑嗎 你們會不會看 這個浪在打 這上面有人 你看那麼遠 這麼小的人 這人耶 這種薄這樣把它包起來 會浪會打啊 你把它包起來啊 要瘋狂 要瘋狂 這個又瘋狂又有技術 你看 有厲害嗎 Crystal and James Cloud 對不對 你見得是他太太 你看他指揮 誰在哪裡 你看看 他都剃湯了耶 這石油桶耶 塗彩色整個把它弄上來了耶 你看人這麼高耶 這幾片耶 他都做這件作品耶 他不是只有一個耶 不是包完島 他就類似耶 不是 他還去包所有的大樓 你看到嗎 嚇死你 我告訴你 這叫抽象畫 剛才那叫概念遺書 你看有的 看有的牽給他手 沒有吧 對不對 叫做expression abstract expression 抽象表現主義 這叫Jackson Pollock 在1960年的時候的藝術家 這叫 Sei Twombly 這叫Richard Dippincorn 你都不曉得怎麼欣賞這東西 因為你沒有解碼器啊 可是這個每一幅都好幾億耶 十幾億台幣在賣的耶 在交易耶 這紐約市場 全世界各地是很昂貴的花 我們台灣人不要看給他 不要聽給他 也不要欣賞的東西耶 我要一步一步 怎麼樣把台灣人帶出來 這是六十幾年七十幾年前的 美國人畫耶 他就Drip 用傻的 叫William De Cuny 台灣人看到這個畫 不曉得怎麼欣賞 不僅不會欣賞 還會罵人 美國人以前也是開始在那裡 麻 麻到麻 他們動不掉 所以他們成立一個叫做 普普藝術畫拍 相對於抽象表現主義 有一陣子 所有的美國的美術館裡面 全部放這種畫 放到後來去參觀的人說 動不掉 看不掉 完全沒有 英文叫做High Art 就是層次很高 看得一般庶民看不懂 所以庶民就抱怨 抱怨的結果就產生新的畫派 他就反動組織 叫做普普藝術 普普藝術前陣子有來台灣 可是你們去看什麼黃色小鴨有沒有 那是他們的劣極品 低極品 高極品給你們看好不好 高極品長這樣子 比黃色小鴨好看很多 幾千幾萬倍吧 在座的有美學概念的女生們 男生我就不問 是不是很可愛 不要偷拍不讓你拍 先慢慢一個一個講過來 待會兒再拍 這叫做Andy Warhol Andy Warhol 他就說你講那個高尚的話我不懂 我要畫罐頭 我每天喝的喝的湯 那罐頭比較圍起來 叫Andy Warhol 後來又來台灣展 這叫麻利聯盟路 他把image當作一種consumer 消費品 這個很可愛 叫Jeff Quinn 他用那個 對啊 你看這小朋友在這邊有沒有 你就知道他多大一個對不對 他做這個也很漂亮 你看 絕對不好看舉手 都還不錯 Roy Lackenstein 這叫帥不帥 也不要講說所有東西都弄那樣子 帥不帥 帥喔 他畫左邊這個 他老的時候他自己變這個樣子 就是他自己 跟他老爺一起拍 是藝術家 怎麼樣 你們為什麼要笑 這畫得很好耶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幾十億台幣 我告訴你 沒有騙你 他叫做Lucian Floyd 你們有沒有聽過佛洛伊德 心理學家佛洛伊德 有沒有 這是他的孫子 佛洛伊德的孫子 果然四出名門 他畫的畫也跟人家不一樣 你如果看一個背部的照片 有人坐在那裡很胖 可是給他畫之後變得很好看 不可思議的好看 你真的 可以看很久耶 我要給大家看這個 目的真的是有 來 以前的紐約 後來的1907年的紐約 18多少年的紐約 你看以前的電話線都用接線聲 operator接線 線接到整個紐約市 密密麻麻的 人家跳樓自殺都不會死 都會卡在上面 你卡住都是山 全部都是電話線 跳不下來 OK 現在的紐約 好啦 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講一個簡單的故事 你們既然是高級一般 你們想要來聽的 上次有聽過台灣史的話 我現在講這一段 這段跟經濟有關的 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你們以後要當民政務官員 你可能是有些民意代表 請問現在有一個法案通過 要拿來送審 那法案內容就是 為了要節能減碳 所以我們決定 以後大賣場的冷氣溫度 向上調高一度到兩度 好不好 你要不要通過 要不要 要啊 完蛋了 馬上就出事了 為什麼 你根據什麼需要這個判斷 只是說要節能減碳 你就上升一度兩度 我跟你講 後續的問題嚴重了 當你上升現在24度 加2度 2627的時候 比我家還熱我幹嘛去賣場 我在我家就好了啊 你很少人願意去賣場 夏天喔 很少人去賣場的時候 這東西賣給誰 賣出去 你的銷貨囤貨速度變慢的話 你工廠製造給誰 然後接下去工廠就要關啊 減產啊 有的人就是放無薪假啊 無薪假影響多少家庭 你的上升兩度影響多少事情 你知道嗎 所以不能用你簡單的頭鬧 去決定一個政策上的執行嘛 對不對 現在知道上升兩度有多大 嚴重的後果嘛 事情不是我們簡單人想那麼簡單 我不要說是工人想那麼簡單 因為你們過去都被媒體操作嘛 喔 簡單簡單好啊都去做啊 笑耶 你們考慮的事情太少了 奶粉漲五塊錢 要不要把它修正回來 好不好 很多媽媽都抱怨啊 多五塊多十塊 我一個禮拜吃一罐 多二十塊耶 抗疫 我要抗疫 又是傻瓜一群了 你知道 喝母奶 如果奶粉是替代餅的 我們的小孩子會 受這個奶粉的影響嗎 你知道小孩子的免疫系統 免疫力是什麼來的 從母奶來的 牛奶不會給你啦 牛奶不會給你免疫力啦 是媽媽的身體產生抗體 才會讓你有免疫力 所以喝母奶很重要 你如果讓牛奶粉很容易獲得的話 就漸漸影響到小孩子 吸取母奶的機會 積下去你的小孩子 從小免疫力不好 慢慢長大的時候容易破賣 你的健保 就每天去給付這小孩子 不健康的小孩子就好了 知道嗎 影響多大 你一個要給我薪五塊十塊 拜健保的話 多付幾十億幾百億出去 你知道嗎 而且這沿著他以後 後代的時間 你知道嗎 你怎麼想那麼多 不會啊 因為一般都是資源回收人 那我看到我眼前發生的事情 馬上解決 馬上五塊 在我口袋裡面現好 我怎麼想到 不會嘛 你們換位子一定要換腦袋 我先講 你如果還是維持以前 一般平民百姓的腦袋 生的五塊一塊 你不要來當民政務官員 會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你是根據什麼下判斷做決策的 你告訴我 你根據什麼 你有這方面很多的學識背景嗎 沒有啊 那你根據什麼下判斷 那台灣人前途就交給你們手上嗎 你會想到嗎 那怎麼辦 既然是高級班 就丟給你們去想 好在我們有訓練課程 就是一步一步把你們交到會 更換我們 以後成立台灣民政務 是屬於美國軍政府底下的台灣民視政府 尖管有人 不是把事情直接交給你去處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現在這種亂象 對不對 好在不是這樣子 好簡單 所以為了要補充你剛才做決策 錯誤的後面的東西 我可以撿那個經濟解碼 還有十分鐘 基本上這個圖是這樣子 RND 十幾世紀的時候 之前的黑暗時期 慢慢啟蒙時期來 啟蒙是什麼意思 人類開始 因為以前天主教 不讓人家學太多 那很多教室 就像迪卡爾 切利略 他就研究這大自然 講這有點太深 簡單問你們一句 你們家有煎水嗎 有啊 有煎水 煎水之後 煮滾了之後 會切煙嗎 會切煙 好 幾百年都這樣嘛 對不對 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到科學家手中就了不起了 因為他把蒸氣這件事 變成內燃機 Combustion 開始有機器的製造啊 你只看煎煙 你根本不會把它改變成機器 就有人聰明把這煎煙這件事 以前火車就是用蒸氣在推動 火車 對不對 就是煮一鍋熱水 然後這裡面的蒸氣出來 把它釋放出來 就推動那整個Combustion 那叫什麼 壓縮機嘛 對不對 爆炸吸氣壓縮 爆炸排氣這樣 對不對 所以火車在跑的過程 旁邊那個煙會release 釋放出去嘛 他們就把這變成一個 Combustion 內燃機 內燃機就可以大量製造 以前做一雙鞋子 一個人一天做一雙兩雙 頂多啦 有了機器之後 一天可以做一千雙 對不對 所以什麼 從RADE裡面研究水蒸氣 產生了新的科技 再把科技裡面研發 所製造出來的東西 拿到市場上去賣 市場上去賣以後 就大量製造生產的商品以後 以金融的制度 把這些的利益再回饋到這邊來 再做R&D 再Technology 再這樣子 這樣知道嗎 這整個運作 賺了錢你再回來R&D 所以任何一家公司 如果沒有R&D這種公司 也不是一個完整的公司 它就是代工廠 對不對 在特定的階段 以前過去台灣都是代工 美國的公司 就從頭做到尾 以前我們市場 沒辦法控制 所以才有Acer 跑到歐洲 要做品牌 我們之前只有代工 根本不曉得什麼 叫做品牌 所以花幾百萬錢 要把logo大寫 改成小寫 大家覺得很奇怪 可是有道理 會影響市場 對你的perception 對你這公司的企業形象 有影響 那這些賺那個錢 大部分的公司 我跟你講 先進的公司 一定要至少提拨每年的利潤 百分之1% 2%3% 甚至5-6% 來做R&D 保持你公司的競爭力 過去台灣沒有了 人家裡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對不對 人家的日子就再見 關門大吉 現在知道嗎 所以要成為國際公司 就會慢慢往市場那邊走 研發走 但是這只是公司的考量 我幫你們拉大一點 整個國家就是這樣在運作 整個自由資本主義運作系統 就是這樣子 不要小看這系統 Vigo把政權交給台灣民政府之後 兩件事情不准你做 哪兩件 不是 不准走台獨 另外一件事 貪污是個人操守 那是不用質疑的 但是in turn of 你的路線問題 第一個不能走台獨 第二個是什麼 不能共產主義 知道嗎 為什麼不能共產主義 因為美國是自由 貿易系統一份子 你台灣也是啊 你也找一個共產主義 那好 現在問一下問題 為什麼共產主義不可以走 觀點不同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而已 基本的問題 這是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 對不對 在這個運作模式裡面 要怎麼讓它開始咬起來 怎麼動起來 就是有錢人 有買不完的好東西 窮人 要只要稍微努力 就可以往上爬 這樣這個輪子 就可以動了起來 知道嗎 在資本主義社會 要不斷的消費 對不對 你如果停止消費 就像我剛才講的 停止消費以後 這個動能就起不來 經濟不是可以 經濟不是可以 給你劃起來就起來 劃落就落 經濟要 要運作嘛 要消費嘛 不消費這個世界 就退到原始時代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有這個經濟的運作 所以 ignorance was overcome decease was cured 最近不是有什麼 伊波拉病毒 什麼病毒 對不對 為什麼那麼短時間 病毒的解藥就跑出來 因為有很多的實驗室 全是有各種各樣的實驗室 在病毒還沒出來之前 都在那邊準備好了 stand by 你要等到病毒來 我再去拿去實驗室做研究的話 來不及啊 人已經死掉幾百萬了 研發還沒出來 對不對 那我問你 要養一個實驗室 要準備多少錢 好幾億啊 我跟你講 光裡面用的材料 人員訓練 提供每個月的薪水 好幾億 在你承憑沒有發生事情的時候 好幾億你會感慨嗎 以台灣人短視盡力的眼光 你放不下去啦 對不對 我剛才升高兩度 你就拚成這樣 還有實驗室 我現在看不到 不用做 等到病毒來的時候 你看你怎麼死 所以就防範於未然 R&D就要做這件事情 做研究是一個漫長的路 你還看不到未來 所以那時候 伊波拉病毒發生的時候 是日本的一個科學家 去達到解讀的啊 他說 原來我二十年的努力 就是為了今朝 他二十年來 解量等一下默默在做實驗 團隊一直在那邊做啊 怎麼知道今天伊波拉病毒出來 洶湧 剛好就接上去 二十年有發到 每年一億的編列預算 二十億啦 人生在累積下 超過二三十億啦 不是嗎 什麼樣的政府 有這種眼光 眼光可以這麼早 就把這錢投入下去 做這種基本重要的研究 就說要有遠見的人嘛 不是在市場裡 在頂算盤的人 頂不出來啦 你說當官員就是要這種啊 你才能代替台灣人民 在做決策那不是 我不希望你來替我算一口五咖啦 說到白天就是這樣啦 對不對 來 Poverty was eradicated 現在基本上沒有窮人 你只要肯工作 不要去解決窮人的問題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可以把窮人的問題解決 不是嗎 全世界沒有窮人 再問在座各位 簡單的問題 你覺得 你要替所有的 社會底層的人發聲 讓他們有 一直不斷改善的空間 當你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在座 大家在座各位一定會這樣想 以後 到本時候的事情就沒人要做了 對不對 社會底層的事情沒有人做啊 誰來做 你大家都要當少爺奶奶啊 那不是 要怎樣吃好情好啊 社會底層的事情誰來做 我請問你 大家都覺得我要 能到更高的知識 我要拿博士 我要拿PhD 我要收入很高 沒有下面的人耶 這什麼社會 不會有嘛 所以 比realistic 要想現實一點 所以你們會來的人是少數嘛 如果今天大家台灣人聽到台灣的法理 馬上就醒過來 就過來我一下死 大家都做頭 下面都沒有人死犯了耶 所以Hoga在整個distribution 整個分布是金字塔的頂端這一小部分 然後Majority下面的人是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要上過台灣史解馬的人 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社會的結構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沒有在錯夢想 我當你們來到明治政府 所有事情都非常實際 基於事實、基礎、科學證據、邏輯推理 就是這幾樣 沒有叫你們情緒上的反應 好啦 最後 50分鐘要休息 再講簡單的 那共產主義是什麼 就是讓你這個輪子推不中 共產主義的系統是什麼 我讓泳錢的 不 窮人吃得飽 對不對 我讓泳錢的人 有家人住 我有什麼東西都來傳好色好色 有錢人 我說你是壞蛋 對不對 他們是鬥倒有錢人 對不對 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要鬥兵來玩 對不對 共產主義社會就這樣 玩到後來大家都一樣 是不是 你比較努力也沒差 你比較冷也沒有差 是不是 整個社會每個都吃得飽 那就沒有競爭 你沒有懲罰 一個社會裡面沒有懲罰 你做得不好沒有懲罰 所有都一視同仁 你反正每個都可以 零到一樣的薪水 那這是什麼社會 動不起來了 所以裡面要有正確的 資本主義的概念 就是這樣在運作當中 才有今天 當然我們也不願意見到這個 可是人就是有這樣的運作方式 共產主義就是讓你有錢人 覺得是一種罪 窮人 讓你每個人都得到 你每個人都得到 你需要的 你沒有鬥志 以前日本有一個概念 叫做下流社會 很有名 很有趣 什麼叫下流社會 不是我們想一般下流社會 下流社會 就是有一群年輕人 宅男 每天都待在家裡面 住家裡 收入只要一去打個零工 就一萬把塊 吃就吃7-8-1 簡單便宜的便當 都可以吃得飽 也不錯啊 菜色一直在換啊 然後 unicore還是哪裡 衣服打折 自己搭配一下 還蠻fashion的對不對 如果要看電影 上網全部都看完啊 不要多少錢啊 朋友咎咎做一台車出去玩啊 所以她在 她的生活條件其實非常好的 相對比以前的窮人來比是還不錯 那你如果叫她 在公司裡面要往上爬一個街 就是 你年輕人比較有志氣好不好 往上爬 她說沒了 我往上爬以後 每天就要 早上8點到公司 5點之後還要加班 對不對 還有老闆幾天 在那裡 同時還要競爭 還要搶櫃子 薪水多個5千1萬的 幹嘛啊 我幹嘛那麼辛苦啊 所以她就保持stay law 我很自由啊 我要做就做什麼 我愛做 不愛做就慘了 所以久而久 就去社會裡面形成一種人 叫做下流社會的人 不想努力了啦 日子就很好過啊 所以日本的那種基礎的製造 所以他們的那個什麼 production 就往下跌了嘛 所以按背來這次經濟政策 其中一個就是把鼓勵婦女進入職場 我時間到了 今天講到這邊下課 大家吃飯比較重要 下次等著我上那邊的課 謝謝